我是支持2021年完善选举制度综合条例修订的宠案 一个地方的选举制度影响着一个社会的形态 回想起以往,我们议会由拼招、拼杯到潑售水 由跳上台到跳上主席台到爬墙 由一个人搞事被抬走到一班人被抬 主张也越来越激 议会分化延伸到社会的分化 两极多极成为社会的游会 坚守和平的底线 演变为核爆放火烧人都不割席 牵动这一切部分缘一是源自选举制度的设置 让众暴派有机会进入体制 加上没有完善的资格审查 没有强调爱国者治港这个原则 加上在比例代表制形成了多边和分散的主义 小数和极端是可以取得议席的生态 透过议会的激进化 不断筛选自己政治光谱的支持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只需要十年二十年就已经足以将社会拉得之离破碎 透过原事选举制度 尤其是以往的直选 我们的比例代表制 变为双议席单票制 我期望在理性社会下 要胜选的人能够提出的主张 是要顾及社会的多数 相信极端是难以取信于多数人 议会可以回归到理性议性的地方 可能会有人认为没有激烈的场面 又不够激烈又不好看 没有拉布又好像不太监督到政府 我相信这些朋友可能是幻想斯德哥尔摩症后裙 我在议会九年所见的 越拉布只会令到监察的能力是严渐丧失 越冲击就只会令到政府越收埋 不能够面对市民 结果东西又做不到 时间又浪费了 之前在荒岗疯狂拉布的时间当中 是不断浪费 令我曾经怀疑人生是不是就要这样白白浪费 透过修改选举方法之后 我们可以在这些泥沼当中解脱 给社会一个重新的机会 受条例 当中是有若干优化的地方 是之前曾经发生过 今次亦都有优化的 2019年之前的选举一些安排缺陷 今次亦都有处理 我是表示欢迎 首先是长者、商财人士、孕妇等等 是之前没有写明有优先排队的安排 但这是一个文明社会应有之意 但因为之前所谓的和理牌 连这些基本文明的特质都没有 结果要写进去 条例当中是避免争拗 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亦都是之前建议过的 包括电子派票等等 但之前政府就诸多推堂 接着今次都可以一一做到 可以见到 就是没有东西是做不到 只是不想做的 至于今次修例当中比较少提及的 就是补选的安排 我希望将来是有机会再优化 因为每一次在补选当中 都会牵动到社会的很多神经 花费也不少金钱 我建议当局考虑 在地区直选当中 由于是由商议席组成的 所以如果是可以排队方式 每队两人当选的第一名就可以上任 如果出缺的第二名就可以补选 除了可以免却了补选之外 也都有利于人才的流动 同时是可以避免 类似以往所谓的 总辞公投之类的闹剧 再次上演 我最后冲心期待 在完善选举制度落实之后 以后的运作可以更加长迅 对民生的问题 可以进入深入的跟进 制定出更好的政策 同时可以进一步完善政府的运作 最后以我一直保持的信念 在社区里面服务 我所提出的主张 是与你向前 信有希望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